那整起的风灾最诡异的地方是 瓜地马拉的市中心怎么突然会出现的这一个 直径有30公尺升60公尺的大洞 外国的媒体行动说 这好像是地狱之门打开了一样 电影里深不见底的恐怖剧动 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 而且还是一夕之间突然出现 这个在瓜地马拉市中心突然塌陷的神秘巨洞 直径20公尺升60公尺 直接吞掉了箭在正上方的一栋三层龙沟场 就连整个十字路口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不过60公尺升的大洞不可能凭空出现 全球媒体都在讨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已经说过这两天 我们现在有更多资料 它有一个线形的形状 其实这也不是当地第一次出现神秘大洞 早在2007年 暴雨也曾经形成同样的60公尺升的巨洞 当时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至于这次的事件 瓜地马拉国家灾害管理局专家 决定调阅下水道系统的蓝图 展开进一步调查 中文新闻马虚云报道